在零下50度的北极 动物脂肪对于英纽特人至关重要 这是身体摄入热量的主要食物 就连手上残留的脂肪也要铁石干净 清早的英纽特女人旁头垢面 身上的衣服由于常年不洗 也裹上了一层黑色的薄浆 小孩早上起来滴水未尽 女人用刀子将三文鱼的眼睛挖了出来 他们一般都会将动物眼睛留给孩子 这也是孩子们为数不多的零食 女儿送入口中直接开吃 三文鱼是英纽特人的早饭 老布的妻子用乌鲁刀切下一块鱼肉 美美地吃了起来 当然他并不会忘了自己的孩子 清晨的雪屋温度低至零下 但阿德却光着膀子干活 不得不说英纽特人身体就是好 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从温暖的雪屋钻出来 从入冬以来 阿德还未曾抓到海豹 用手轻轻摇起粘连的绣法 他似乎找到了方向 两只狗狗上一秒还在你浓我浓 下一秒就要跟着阿德出去狩猎 将一根柔软的羽毛轻轻地挂在骨头上 随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海豹的呼吸孔上 静等的同时 凌冽的北极风不断地呼啸 刺骨的寒冷 瞬间穿透厚重的皮大衣 即使是不怕冷的阿德 此时也被冻得瑟瑟发抖 骨头上的羽毛也被寒风吹得乱动 出于无奈 阿德将妻子缝制的小罩子扣了上去 希望这样能阻隔一些寒风 又在雪地里蹲守了一个小时后 显然这样的办法还是行不通 随后用骨头将鸡血挑开 用铲子挖了起来 随手拿起鱼叉 他要重新制作一个防风装置 将鱼叉伸中呼吸孔 用骨头削去鸡血进行掩埋 又用鱼叉将洞口扩大 找了一截木棍 小心地放进呼吸孔内 相比刚才的羽毛 这种办法明显有了改善 底下的海豹前来换气的时候 会触碰到下面的木棍 不得不说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只要海豹老弟改正来换气 迎接他的将是锋利的箭头 由于昨天晚上 老布两口子动静过大 导致屋顶塌方为了修补方顶 妻子拿了一张驯鹿皮进行封堵 驯鹿皮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装备 不管是身上穿的 还是晚上盖的 大部分都是驯鹿皮 铺在上面之后 又用骨头进行固定 阿德这边已有猎物上了沟 吐露起来的狗屎域 乐得阿德合不拢嘴 这只海豹 不仅会让家人填饱肚子 也是作为一名猎人至高无上的荣誉 随后驾驶雪橇返回营地 小孩们看到海豹立马跑了过来 这让阿德倍感荣誉 随后将海豹划开一道口子放血 血液中丰富的蛋白质 自然也是不会浪费 它会让狗狗美美地喝个够 残留的血迹 阿德也要舔食干净 狗狗喝饱之后 还不忘擦擦嘴 随后妻子将海豹拖进了血污 她要趁着海豹还未冻僵 尽快分解 厚重的皮毛切割起来 异常吃力 海豹皮可以做成靴子 用来预寒 海豹肉则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肉质中含有高量的维生素 北极无法种植蔬菜 海豹肉也完美地补充了这一缺口 从而让它们保持营养均衡 猎人们累了一天回到营地 阿德向大家吹嘘着今天的战绩 女人则负责炖制海豹肉 随着阵阵的香味飘出 一道石锅炖海豹就此出锅 猎人们一天的饥寒交迫 在吃到海豹肉的那一刻 疲惫感瞬间烟消云散 谁能拒绝在冰天雪地的北极 吃上一口热乎乎的海豹肉